第四个呢 我们来看到啊 半导体啊 抢人大战 现在呢 我想这个抢人大战 大家都知道台湾少子化 包括刘德英 台积电刘德英 联发科 蔡明介 日月光 这个吴田玉 他都讲了说 人才短缺是台湾 直接的这个挑战 那现在不只是台湾的企业不够 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美国的竞争场 也到台湾来找人 因为台湾的工程师太便宜了 那大陆呢 他估计呢 明年缺20万名 不过台湾现在是 把门限制的横死啊 不准台湾的啊 就跑到这个大陆去 所以全球都在疯狂的抢 这个台湾的这个人才啊 就在美国呢 很难找到像这种 制造这方面的人才 美国的工程师都是 什么design啊 什么什么等等 但是他没有这种 制造制成的工程师 现在的话呢 全世界最需要的是 这些制造的工程师 那美国未来十年呢 拼命的建这个晶圆厂 可能就要创造出 两万七千个晶圆厂的职工啊 三千五百个需要 靠外国人来填补 我觉得美国会到台湾来挖人 那你薪水 假如今年的话 一年的话是这个 你比如说三百万台币好了 给你一千万 你去不去 我认为很多人可能会去 而且他给你美国移民嘛 那所以我的观察呢 就是未来的半导体啊 这个是一个人才的大 全球的人才的大战 那台湾的人才是最优啊 但是全世界都要抢这个人才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人才的价格会大涨 那人才需要国际化 那台湾的已经很忧虑的 台湾的这些半导体 所以它全球会来抢 所以台湾的未来的话 我这个礼拜在 这《工商时报》 也写一篇文章 那我也提到了 台湾的人才的 未来必须把这个盘子扩大 你要建半导体学院 不要在台湾建 你最后跑到 美国去建半导体学院 至少可以找到一些 这个美国人 另外东南亚的这些的移民啊 应该把它移到台湾来啊 就让他训练他们 作为这个工程师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